羊妈妈的故事 在北方一个落后的小村庄里 王老汉一家的生活来源 只有几块小田地和家里饲养的一只母羊 王老汉的孙子阿龙从小就喝羊奶长大的 虽然这只羊和阿龙同年纪 但是对动物来说已经算年老了 所以阿龙就叫他羊妈妈 羊妈妈 我刚去割了一些新鲜的青草要给你的 你要多吃一点哦 阿龙 你又出去割草给羊妈妈了呀 是啊 他多吃一点新鲜的草 就能多产一些羊奶 妈妈的身体最近不太好 我想给妈妈多喝一点羊奶补充营养 哎 可惜这只羊的年纪太大了 它已经吸不出多少羊奶了 这一年 王老汉家里稻田的收成很差 转眼就快过年了 但是家里却连一点年货也都无法准备 爸 马上就要过年了 可是我们家都没钱可以准备严货 这下该怎么办才好吧 嗯 我知道的 今年的收成真的很差 家里的米也不够我们一家人吃了 怎么还有多余的钱买年货呢 哎 这个年要怎么过啊 家里现在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可以拿去换钱了 现在最值钱的就只有这只羊了 是啊 还是我们把这只母羊卖掉吧 用它换钱就可以买年货 又能给阿龙的妈妈买药治病啊 嗯 好吧 现在也只能这样做了 家人决定让阿龙将羊牵去镇上 卖给王土夫 阿龙听到这个决定后非常伤心 他实在不舍得将羊妈妈卖掉 阿龙 明天一早你把母羊牵去镇上 卖给王土夫吧 我已经跟他谈好了 这只羊可以换到八百块 爸爸 为什么要卖掉羊妈妈啊 我不要过年的新衣服和糖果了 求求你不要卖掉它好不好 阿龙 我们家里现在都没有钱了 你妈妈还需要钱买药治病 不卖掉它 哪里有钱给你妈妈治病啊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阿龙 我知道你舍不得羊妈妈 如果我们有办法也不会卖掉它 阿龙 对不起啊 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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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我实在没有办法 哎呀 天气要变了 杨妈妈 我们要赶快走的 不然等下天气变了就麻烦了 啊 这天气怎么临时变天了 好像就快要下雪了 是啊 希望阿龙能够快点走到镇上 要是在半路上遇到大风雪 那可就糟糕了 然而走了没多久 天空越来越阴暗 暗得又入到了晚上 没多久竟然就下起了大雪 这场雪下得很大 很快的小鹿就被雪给淹没了 大雪挡住了阿龙的视线 这时候的他迷路了 好冷啊 竟然下了这么大的雪 怎么了 杨妈妈 您也冷吗 那我们就先找个地方躲一躲吧 哎呀 这是哪里啊 杨妈妈 我们好像迷路了 杨妈妈 我们要赶快找到一个可以避雪的地方 要是没有找到我们就会被活活冻死的 雪越来越大 转眼间 转眼间 积雪已经非常深了 他的手动到麻木了 要是再找不到可以躲雪的地方 那真的会被冻死在这里了 杨妈妈 我好冷 你呢 哎 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大雪堆呢 太好了 原来这是一个盖满雪的大草堆 杨妈妈 我们有救了 很快的阿龙就为自己和杨妈妈挖出一个洞躲了进去 然后在外面盖上草堵住通道口 不让寒气和雪进来 它只留下一个小小的洞 可以让它们呼吸 杨妈妈 现在又比较温暖了吧 幸好我们有发现这个草堆 否则我们今天就要冻死在外面了 哎呀 而阿龙的父亲和爷爷 看到天上下起了暴雪 于是便出去寻找阿龙 可是他们要怎么找到 已经走离通往镇上道路 并躲在草堆里的阿龙呢 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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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呀 爸爸 我已经到处找过了 还是没有阿龙的影子 我也去问过王屠夫 他说阿龙没去镇上 真是的 我们当初不应该 让他自己一个人去镇上 雪这么大 我想他一定是迷路了 迷路了 在这么大的雪天里 若是迷路的话 可是非常危险的啊 是啊 雪这么大 如果他没找到可以避风雪的地方 是会冻死的 我们赶快回去请大家 一起来帮忙找阿龙吧 要是再耽搁下去就危险了 嗯 嗯 阿龙 阿龙 找到阿龙了吗 没有 他会跑到哪里去了呢 时间已经这么晚了 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哎呀 你们别着急 我想啊 他一定是找到能够躲避风雪的地方了 可是他身上都没有带食物啊 在这么冷的天气里 没有吃东西 身体的热量很快就会没了 阿龙 你在哪里啊 草堆中 羊妈妈并不缺少食物 她躺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吃着草 而没有食物的阿龙则饿得肚子咕噜咕噜叫 羊妈妈 你最好了 只要吃草就会饱 羊妈妈 你是要让我喝你的养奶吗 这场暴风雪下了整整三天 阿龙和羊妈妈就在草堆里待了三天 还好 羊妈妈有草可以吃 而阿龙有养奶可以喝 两个才没有饿死在野外 羊妈妈 我们这一次可是遇到了大风雪啊 要是没找到这一大堆草 我们两个可就没命了 如果雪下不停 我们很可能还要在这里待个几天 阿龙 阿龙 你在哪里啊 哎 羊妈妈 你有听到吗 好像是我爸爸的声音耶 阿龙 你在哪儿 阿龙 是爸爸 是爸爸来找我们了 爸爸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啊 找到阿龙了 找到阿龙了 回到家后 阿龙将他和羊妈妈的遭遇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家里人 从此 家里再也没有人提起 要卖掉羊妈妈的事了 阿龙 阿龙了 阿龙了 阿龙了